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扩大管制超前部署 有备无坏 做最坏打算 侯友谊说要有最坏的打算 不过双北光是每日通勤族就超过两百万 倘若真的要封城恐怕工程浩大 还得北市一起执行 4月29号新北市就要做防疫兵器推演 届时不排除以最坏的打算 也就是封城来做考量 如果真的封城的话 以双北市13座桥梁 210万每天通勤人数来计算 所有的车辆经过这些大桥 全部都得平下来查验身份 不仅13座桥梁 车流量惊人 还有台铁 高铁以及捷运 三铁通勤 甚至两条高速公路串接双倍 运输量大 万一封城大众交通运输停摆 知识体大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明没必要 防疫新北超前部署 抢当领头羊 台北市却不打算跟进 双北生活圈科喉首长不同调 一个实战推演 一个主张桌上演练 各自出招拼防疫 三铁通勤 江文贤 陈亚浩 台北市长柯道